来看国际方面 美国国防部指责中国正在扩充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 加减对这个海域的主权申索 但同时会避免引发军事冲突 以免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呈交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 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面积达1300公顷 飞机跑道总长达3000米 并且正在新建一些大型码头 接下来中国将强化这些人工岛礁的军事部署和建设 以更稳固地掌控这个区域 海牙国际法庭预料将在几个星期内 正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做出裁决 中国再次表示不接受裁决结果 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也绝不改变 中国强调南中国海主权问题 应该由各声索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这类问题涉及到的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也都不会接受一个不是由他们自愿选择的第三方机制的管辖 也不会接受这种机制所强加的解决方案 中国也表示将继续同区域国家合作 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